好,那么我们这个全端开发的课程呢,就是涵盖了几乎全端的英文士所有的内容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18天之内把这个所有内容都涵盖怎么做到呢 那么我们,我昨天也说到了 我们这个18天的课程这样子的,我们是注重两点 第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开发中大家要用到的这个全端的一些知识 实际开发中要用到的 另外一点就是说,面四种要用到的 只着重这两点 因为如果说照顾到所有的边边角角的一些知识的话 在18天肯定是不够的 我们全端开发本身是一个学科,是吧 我们有个学科是全端开发 那么我们这个全端开发是属于Python学科里面的 全端开发的一部分课程,是吧 就是里面的一块内容,全端的一块内容 那么我们的着重点就这两块 按照这两个点去开展这个课程 那么全端开发呢,主要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系统化的教程,系统化的课程 那么主要包括什么HTML, CSS,是吧 那么PC端和移动端的布局的技巧 其实我们的前端主要有两块,一块是做布局,是吧 把这个界面做出来,这是第一块 布局的话就要用到什么HTML和 CSS,是这样的 那么还有一块是相当于是前端的编程,是吧 前端要编程,编程的话就要用到什么JaraScript 那么这个JQuery呢,是属于JaraScript里面的一个库 这个库的话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库 那么的话我们的这个JQuery的库的话 那么是前后台通用的,这个后面会强调的啊 前后台通用的,即使不学前端后台的人 也要学JQuery,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还有什么JS的特效,以及什么呢 Jax的什么呢,这个情况来交互的一些东西 那么的话,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前端开发 什么是前端开发 那么前端开发呢,实际上它也叫做什么呢 外部前端开发,它也叫外部前端开发 是真正外部的 那么它是指什么呢 基于外部的互联网产品的页面的开发,及功能开发 页面开发,及功能开发 那么这个页面开发呢,也可以叫做什么呢 也可以叫做界面 为什么可以叫界面呢 这个界面这个词大家听说没有 我们听说什么,软件界面,大家听说过吧 是吧,那为什么我们网页也叫界面呢 是吧,那是因为什么 我们的网页现在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了 是吧,已经和以前的网页完全不是同一个级别了 是吧,我们以前的网页是什么呢 把文字和图片怎么样 把它放在页面上是吧 文字加图片它是一个静态的 现在的一个网页的话 它相当于一个软件了,是不是 它可以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功能 主要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去淘宝去买东西,是不是这样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商品的颜色 大小,是吧 然后数量,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拼你的什么积分啊 什么优惠啊,是吧 一系列东西 还可以选什么快递公司,是不是这样的 是吧,它是一系列的功能,是不是这样的 它很复杂 相当于是一个网页的软件 明白没有 所以说我们的网页呢 越来越什么 像什么 软件了 越来越像软件 所以说呢 我们也可以叫什么 界面的开发 那么设计网页的什么呢 那个人是吧 设计的人 我说设计的人 叫什么 UI设计师 是吧 UI设计师的话 他UI这两个词是什么 UI就是User Interface的这个单词 是吧 就是用户界面设计师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叫做用户界面 而不叫页面 是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我们的页面 越来越像软件一样了 这样子 好 那么既然是什么呢 是基于外国的互联网产品的页面 是吧 或者是界面的开发 是吧 那么呢 什么是互联网产品呢 是吧 什么是互联网产品啊 我们从这个产品来切入来讲 什么是互联网产品 那么互联网产品实际上是网站 为了满足我们用户的需求 创建了什么呢 用于运营的功能和服务 是吧 那么呢 产品实际上很简单 那么大家一直在用 是吧 用很多的产品 比如说百度搜索 百度搜索的话 它就是一个什么 互联网产品 那么大家可能以前不这么说 是吧 大家直接说百度 是吧 收一下是吧 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产品 是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它符合产品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是一个产品吧 是吧 自行车是一个产品吧 是吧 这个产品的生产 是不是有一套整套的流程呢 啊 那么它的用户量是巨大的 比如说手机有几十亿用户吧 全球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百度搜索 是吧 它仅限于在中国吧 百度搜索这个 在中国的话也有几亿的用户吧 是吧 我们每天是不是都用它收东西啊 它就相当于一个产品吧 是吧 它只不过是基于互联网的一个东西 是吧 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产品啊 这就是指的互联网产品 那么因为有这个产品 所以说怎么样 就有产品经理的这个岗位吧 啊 产品经理我们等会说到啊 那么百度搜索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的淘宝是吧 那么大家只能在上面淘东西买东西是吧 也是几亿用户 是不是这样的啊 应该不止了吧 现在海外的也在用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QQ是吧 QQ也是一个互联网产品啊 又比如说微博是吧 然后网易邮箱这些东西啊 都是基于web的互联网产品啊 那么大家的话 以后的话可能会经常听到产品这个词啊 互联网产品这个词啊 是因为今天大家接触这个概念了 是吧 我们有时候的话 就是理解一个事物的话 也就是说说一个人什么没概念 什么意思 因为他没有接触这个概念 所以说他压根就没这个意思 是吧 大家今天的话 接触这个概念就会有这个意思的啊 产品 是这样的啊 互联网产品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互联网产品 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啊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用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我们了解了什么是互联网产品之后呢 我们先来来讲一下这个什么呢 基于这个互联网产品的我们的这个全当开发工程师的 他的这个岗位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定位啊 岗位的一个定位啊 是吧 借此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互联网产品的公司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开发流程啊 你既然是一个产品是不是有一个生产流程呢 啊 比如说我们手机肯定有个生产流程是吧 那么我们互联网产品的话也是有一个生产流程的是吧 那么外面的像这些互联网公司我们有 还有一些说法叫什么呢 叫大厂和小厂 大家有听说过没有 大厂 比如说百度是一个大厂 厂是吧 厂是生产东西的是吧 那么像百度的话 腾讯阿里这些东西 它也叫大厂 他们是生产互联网产品的厂 没有没有 小互联网公司叫小厂啊 那么有时候你们出去之后人家问你 你是在大厂工作还是小厂工作啊 可能人家会这么问是吧 你如果去了大厂工作 你就说我在大厂工作 这个意思明白没有 大厂和小厂这么说 那么既然是一个大厂和小厂 那么这个厂它里面的这个岗位是怎么划分的呢 是按照下面这一块东西划分的啊 下面这一块 那么的话这个划分的话是怎么样呢 它是一个真实的岗位 记得啊 是一个真实的岗位 而且这一岗位的话 大家可能以后都会碰到啊 可能大家以后也会从事这个岗位 可能你们现在不会从事大份的岗位 可能到了几年之后 大家各自的什么呢 什么样是吧 呃什么发现过海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每个人在各的岗位上 发挥自己的什么呢 聪明才智 是吧 不一定在同一个岗位上面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互联网产品是吧 公司让了它的岗位划分 首先是什么呢 首先是什么 第一个什么是CEO是吧 CEO大家听过吧 啊 CEO大家肯定听过啊 好 那么这个CEO的这个角色的话 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啊 这个人的话相当于是什么 这个人是一个公司的灵魂人物 是吧 他的这个人的能量很大 是这样的 能量很大啊 那么的话这个人呢 他怎么样 他一般呢 他什么样呢 他有一个梦想 是这样的啊 他有一个什么梦想呢 啊 他有一个梦想啊 他肯定有一个梦想 他没梦想 他不能说服自己 也不能说服别人 是吧 不管这个梦想是不是真的啊 他必须有一个梦想啊 他能梦想是干嘛呢 他要生产一个伟大的产品 是吧 我就要做一个伟大的产品 做一个伟大的产品 做一个什么伟大的产品 就是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互联网产品 是吧 然后他把这张产品的这些什么 想法想好之后 他怎么样 他的能量很强 他可以怎么样 说服什么 投资者吧 说服投资人给他投钱 是不是这样的啊 投资啊 像北京的中光春是吧 那么中光春那个创业街里面 有很多人是吧 那么他们都是资本雄厚 但是的话是吧 整天在寻找好的项目 是不是这样的 想投钱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他们就想找好的CEO 是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这个CEO他的能量很强 他的说服能力很强 他就可以说服这些人 给他怎么办 投资是吧 投资比如说最少投一个五百万 或者一千万是吧 投给你这么多钱 那么你这个公司是不是又开起来了 就是这样子啊 那么就是这么玩的 是吧 那么你得什么呀 你得有一个梦想吧 是吧 你得说服他 是这样的啊 这是关于CEO的角色啊 那么CEO这个角色的话 大家以后可能有人会做到啊 会做到这种角色的啊 就是你的这个说服能力很强啊 然后你的什么呢 应该是你的这个意念意志力很强啊 你可以说服别人 这样的一个人啊 然后你有一个理想就是想做一个伟大的产品 是不是这样的 好 好 那么CEO这个角色啊 这是一个真实的岗位 大家以后也会做到的啊 在做的啊 所以说在做的可能是吧 以后大家可能有有有CEO的啊 有CEO的可能 那么以后记得关照一下我们啊 好 那么CEO这个人呢 他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啊 那么这个CEO的他的伟大理想是什么呢 他要做一个伟大的产品 这个产品是什么呢 他要做一个什么呢 啊 我们今天主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 他要做一个什么呢 呃 生鲜 生鲜的什么电商网站啊 这个生鲜电商网站 他可以实现什么呢 他可以假如说什么 我可以在两小时之内啊 让所有的人什么呀 啊 获得最新鲜的食材 是吧 比如说水果 蔬菜 我在两个小时之内就会给你送到 啊 他想实现这样一个梦想 是吧 那么只要用户登陆这个网站的话 可以什么 在两个小时之内啊 当然可能是室内吧啊 室外不应该啊 在室内的话 两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获得新鲜的 最新鲜的食材 啊 他有这样一个梦想 他做这样一个网站 是吧 好 那么这样一个人呢 他拿到了这个风头 是吧 拿到了投资 那么做了 就开始这样一个项目了 是吧 那么他呢 这个CEO的话 他又找到什么呢 找到公司的另外一个人 叫什么呢 另外一群人不是一个人啊 那么另外一群人 叫做产品部的一个什么呢 产品经理 明白没有 啊 产品经理啊 产品经理这个人是干嘛的呢 他是什么 接受CEO的什么 他的想法 是这样的啊 啊 那么CEO把他的想法 告诉这个产品经理啊 啊 那么CEO的话就干嘛去了 那就他就去什么 抽一喝酒去了 是吧 抽抽雪茄去了 什么喝茶去了啊 啊 那么产品经理干嘛呢 产品就根据CEO的这个什么呢 想法 就把这个产品进行细化啊 啊 进行细化 细化完之后 然后他就会产出一个什么呢 产品的原型图 大家看没有啊 产品原型图啊 这个产品原型图 啊 产品原型图是个什么东西呢 相当于是一个产品的草图 是吧 产品的草图啊 好 这个产品草图的话 那么他大概的 什么呢 要画这个产品草图 大概有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 这个产品上面有什么呢 有什么 比如说有logo 有搜索框 有产品列表 是这样的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那么他大概是用什么呢 用一个actual的 一个软件画的啊 画完之后 这个产品经理呢 就把这个产品原型图呢 给到CEO进行确认 是不是啊 给到CEO进行确认啊 那么CEO的话 肯定是什么呢 他会大概的看一下 他不会很仔细的看啊 会马上拍板的啊 会马上拍板的啊 那么产品经理会什么 以为什么CEO已经确定了啊 他以为 他一向其然的以为CEO已经确定了 实际上CEO没确定啊 他随时会改的明白没有 随时会改的啊 那么产品经理以为啊 DEO确定了啊 确定完之后 然后把这个产品原型图找到什么 找到什么 就是这个数据库设计和业务开发功能的这个什么 后当工程师明白没有 后当工程师啊 也叫后当程序员啊 找到这样一个人 那么大家目前就处在这个位置了啊 大家就处在这个位置啊 这是个后当工程师啊 大家目前就处在这个位置 明白没有啊 你们可以就做这一块的工作啊 就是数据库设计和什么呢 业务功能开发啊 大家数据库还没学吧 大家在我这个课程之后 就马上要学数据库了啊 就数据库的设计和业务功能的开发 业务功能大家会开发一些的吧 Python里面的一些功能的开发 是吧 大家目前就处在这个后当工程师的这个位置上面 明白没有啊 好 那么的话 产品经理找到这个后当工程师 把这个产品原型都给到他 他就做这些工作 同时的话 产品经理还会找到谁啊 找到UI设计师 明白没有 UI设计师 UI设计师的话 拿到这个产品经理的产品原型图 然后怎么样 把产品原型图把它设计成一个什么 产品的效果图 这个产品效果图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图片 明白没有 啊 图片 那么这个UI设计师 他设计这个产品的效果 用的是什么软件呢 一般是用的什么 Photoshop 明白没有 一般是用的Photoshop 那么有部分的 少量的设计师是用的什么 Firework 少量设计师用Firework 那么大部分的话 一般是 五个设计师里面有四个设计师是用的Photoshop 一个设计师是用的Firework 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 那么这个UI设计师 设计用Photoshop设计的这个 产品效果图之后 啊 那么跟产品经理沟通 是吧 可不可以啊 产品经理觉得这个效果图可以了之后 那么怎么样 那么这个UI设计师就把这个产品的这个效果图 啊 是一张图片 是一张图片 记得啊 图片给到什么呢 就是全当工程师啊 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全当的一些东西啊 给到全当工程师啊 全当工程师的话 那么就根据这个产品的效果图怎么样 把它做成一个什么 页面吧 啊 把它做成一个页面啊 把产品的效果图做成一个网页啊 做成一个页面啊 相当于也是界面嘛 把它开成一个界面啊 啊 开发界面完之后 那么呢 全当工程师根据啊 和什么呢 这个后台人员怎么样 进行沟通 然后怎么样呢 前后来进行连条对接 是不是这样的啊 啊 把功能和这个页面进行绑定 有没有 啊 那么的话 你们学了全当又学了这个后台的话 你们相当于这两个角色你们都会了 有没有 这两个角色你们都会啊 这两个角色啊 好 那么他们进行对接之后 把这个功能集成了 集成完之后 然后给到什么呢 测试 没有啊 测试工程师啊 公司里面的测试工程师 测试工程师的话 对这个产品进行什么 测试 是吧 比如说一个啊 比如说我在这个网站上买一个东西是吧 买完之后 然后放在购物车 然后点结账是吧 如果这个流程点不过去 是不是有问题啊 啊 他就打回来啊 打回来之后让什么呢 那后台工程师和全当站接着改 改完之后再提交给测试 有没有啊 测试再测 啊 测了这个功能 基本上通过之后 是不是这样的啊 通过之后 然后的话他把这个功能给到谁啊 这个代码给到谁啊 给到什么 运维工程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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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角色实际上是怎么样呢 也是很重要的是吧 他是保证这个产品的质量 有没有没有 是吧 那么大家后面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会碰到测试的人 是吧 刚开始你不喜欢他啊 那么后面你会喜欢他的啊 他是保证你的质量的啊 那么一旦这个产品上线出问题了 那么你就大事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在产品上线之前 给你把bug找出来了 他是不是很好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人是很好的啊 那么一定要 一定要啊 就是熟悉这个人啊 人家喜欢这个人啊 好 好 这是测试工程师啊 测试工程师啊 测试工程师之后 那么到什么运维是吧 那么大家的话 学python 还有一部分可能是要做运维的啊 运维也是大家可能后面要学的啊 一个角色可能可以可以啊 做运维的也可以啊 python有一份工程师做运维的啊 运维工程师啊 那么的话 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互联网公司的 一个岗位的划分啊 这些都是真实的岗位啊 都是真实的岗位啊 那么的话 我们这个什么呢 这个呃 比如说这面这面这一块啊 产品经理 产品经理后面这一块啊 后面这一块这些人呢 上面可能还有一个岗位叫什么呢 叫cto是吧 cto啊 cto是同管这些搞技术的啊 从产品经理后面的话 这些人都是搞技术的啊 cto的话 大家那么就是管这些同管这些功能的 同管这些搞技术的人啊 那么大家还可能做到什么呢 往后来发展的话 可能会做到cto啊 cto 这是管这些人的 是吧 啊这样的啊 这个图没有画出来啊 cto啊 那么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 这个互联网产品公司的划分啊 那么有朋友说我好像我去的公司 好像有公司不是这么划分的是吧 那么这里强调一下 那么我们公司的啊 软件公司实际上也分两种啊 大概的分两种 一种是有产品的公司 有产品的公司 那么他的这个岗位就是这么划分的 还有一种是叫什么呢 叫外包软件公司 大家有没有听说 外包的啊 外包软件公司的话还是怎么呢 他是没有没有自己的产品的 他是怎么样呢 别人给他的一个开发任务 他就按照别人的任务进行开发 明白没有 他们的岗位就不是这么划分的 他们甚至没有这些岗位啊 他们只有项目经理啊 项目经理这些东西啊 甚至有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前端后端啊 他们甚至也不知道这些岗位啊 所以说像外包公司的话 那么建议大家 我们后面在在在在就业的时候 还会跟大家强调的啊 大家尽量去有产品的公司啊 不要去这种外包公司啊 外包公司的话没有积累了 而且每个产品都没有积累 而且他们是很快的把这个产品开发完 是吧 他们是按合同走的 在关键时间内 是吧 这个产品能快速做完就快速做完 然后马上交付给甲方 他们就完成了 这个产品没有积累啊 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别人让他做什么 他们就做什么 是这样的一个啊 那么在这种公司的话 可能就赚点钱 其他的 基本上的经验都积累不了了啊 大家尽量不要去这种公司啊 这种外包软件公司啊 大家一定要去有产品的公司 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产品 是吧 这个产品在不停的迭代 不停的修改 那么大家在这个公司才能呢 积累经验吧 积累经验啊 去外包软件公司 是积累不了经验的啊 那么是 外包公司是实在是什么呢 没得选的时候 想趁点经验的时候可以去啊 没得选可以 趁点经验的时候可以去啊 如果是能找到有产品的公司 一定要去有产品的公司 好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岗位的划分啊 好 那么既然说这个 那么我们这个 潜当开发工程师呢 是属于这个岗位是吧 这个岗位啊 潜当开发工程师 这样一个岗位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潜当开发工程师呢 既然是这样一个岗位的话 他怎么样 他要学习哪些技术呢 是不是这样的啊 他要设计这个岗位 他要学习哪些技术啊 那么首先第一点的话是吧 潜当开发工程师是不是 是不是会跟什么 UI设计师对接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他跟UI设计师对接的话 UI设计师一般是用什么 Photoshop设计效果图吧 所以说我们潜当需要什么呢 需要掌握一些Photoshop的技能吧 潜当需要Photoshop的技能啊 这是第一点是吧 Photoshop肯定是要会的啊 他学Photoshop主要是 首先第一点是什么 他能跟UI进行沟通吧 是吧 我跟UI进行沟通是吧 你的效果图给我 我懂一点Photoshop 我可以跟你沟通 你的什么意图可以告诉我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这个Photoshop还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呢 辅助我们的页面开发啊 比如说我们根据页面要切图吧 要把这些页面上的图把它拿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量尺寸呢 做什么 后面讲的什么 做雪碧图啊 这些东西啊 后面都会说到了啊 这些东西的话 也需要什么 学Photoshop 这是第一点啊 Photoshop是需要掌握的 那么的话 把这个效果图的话 做成页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把效果图做成页面的话 我们需要学什么呢 HTML和4SS HTML和4SS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的什么 效果图做成页面的这个语言 明白没有啊 语言 好 那么的话 页面的功能开发的话啊 一些功能的开发的话 我们还需要用到什么呢 JavaSQL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你页面上想选 一个产品 或两个产品 是不是这样的啊 想加或者减 想选颜色 是不是这样的啊 想拼什么单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就要用 这相当于页面的功能吧 把它放到购物车里面去 这是不是功能呢 这些功能的话 就要用到什么呢 JavaSQL 明白没有 就要用到JavaSQL 好 好 那么的话 嗯 好 那么呢 学到JavaSQL的时候 我们还要学什么呢 学JavaSQL的一些什么 库和框架 学这个库和框架的话 是做什么呢 就是统一开发 啊 统一开发 大家要在统一的一个环境里面开发的话 大家要争取统一的规则吧 比如说你写一套代码 我写一套代码 大家风格不一样 很难统一 是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说我们用库和框架来统一的话 大家写的代码啊 相差不到哪去 是吧 可以统一一下 明白没有 另外一点的话 这个库和框架呢怎么样 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吧 提高我们的效率 就是说 它里面有些几层的 一些写好的功能 我们可以拿过来怎么样 直接用吧 直接用啊 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 好 那么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 关于前单的一个什么呢 大概的一个了解 大概的一个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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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